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这里是去焦三笼 欢迎您的收看 首先一起来看今日去焦点 这是一位年近五旬的补鞋匠 背景离乡600公里 地摊100就是25 大苦力工 是吧 没支出 做 总的还没支出 做这个小生意那么自由 这里的小生意好做吗 它这四个机子玩小了 做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对吧 在这个城市里 它们最终逝去逝流 等到自己老了 找不到钱了 你这家里重一点就回去 早都想回家了 来看本期 聚焦三笼 这是一位年近五旬的补鞋匠 背景离乡600公里 地摊100就是25 大苦力工 是吧 没支出 做 总的还没支出 做这个小生意那么自由 这里的小生意好做吗 它那四个机子玩小了 做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对吧 在这个城市里 它们最终逝去逝流 等到自己老了 找不到钱了 你在家里重一点就回去 早都想回家了 来看本期 聚焦三笼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 在珠三角打拼的异乡人 广东省的佛山市 是全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 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 佛山市南海区 晋阳大街75号的巷子里 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背景离乡 进城漂泊几十年 离开了工厂车间 离开了建筑工地 那最终选择在这里 自己做生意 如今他们几乎 主导了整条街的商铺 然而却感觉 主导不了自己的命运 近面两天 请您跟着我们的记者 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 正午时分 在佛山市南海区 晋阳大街的路边 延延烈日下 今年49岁的吴锦明 正在埋头工作 这个地方缝一下 然后这个拨袋子坏了 老吴在这里负责补鞋 缝包 修车等等 这些小手一伙 老婆在边上抱着孙子 顺便卖点柚子 夫妻俩配合默契 分工明确 一起经营着这块 以天为顶的小摊子 25年了 这几年老吴慢慢感觉到 如今需要缝缝补补补的人 不比以前了 小时候家里穷 包坏了就修 然后现在就花钱买 就这点坏了就给他补一下 是吧 他国家不都提倡节俭 怎么一直算响应国家号的 只有这里能修 老吴很欣慰 至少在这里 还有一些人需要他这门手艺 虽然他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再修几年 其实不仅仅是老吴的补鞋摊 整个晋阳界的人流量 都不如以前了 在互联网经济 飞速发展的今天 实体经济面临高昂的房租 和人工成本 却不网络的便捷 大家感到 这几年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一家人开这个店 开了十几年了 早餐 中餐 早餐忙一点 中午都 现在都没什么人 现在这附近都没什么人的 以前会什么样的 以前很 我跟我丈夫过程度很好 蒸饭 你看那个蒸炉 都要几个蒸炉 拿都拿不及 都运到来 吃饭都不用蒸的 直接有 有什么都吃什么了 真的还挑来挑去的 在这里 钱越来越难挣了 老吴的一些同乡 都选择了返乡创业或就业 其实老吴 也曾想到过回家种田 直到去年回家的时候 家里一下子发生了两个大事 让他觉得回家种田 也不是件容易事 现在有这个水 这个都是污水 不能种田 我这个村里面 像我们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农坑 是占一倍60多亩地 原来早在2012年 一家大型的养猪企业 在老吴家 农田灌溉水源的上游 建成投产 把未经处理的猪粪水 直接排放进了 农田灌溉所用水塘 污染了大片的农田 老吴深受其害 去年回老家 也就为此事而奔波 就在老吴独自回老家的那段时间里 老婆一个人在佛山 也出事了 价值5000多的金箱链 1000多元的手机 再加上几千元的现金 对于老吴一家来说 是个巨大的损失 如果抛开经济损失不谈 说起那晚的是 罗燕娥始终还在害怕 那天我晚上补鞋子 补到很晚嘛 补到10点多嘛 回来家庭有点累嘛 就随便就倒在床了 就睡觉了呗 老婆吓得 一个月在经济大战 很害怕的 那两个男的走到家里来 肯定一个女的在家 肯定很怕啊 拿了一点钱啊 没事 还怕就是怕她 以外什么东西啊 打伤人呢 就更加麻烦了 从那之后 老吴再也没有独自回过老家了 关于是否回家这件事 两夫妻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 等到这只老了 找不到钱了 只在家里重一点了 就回去 所以如果在外面能够找一份钱的话 我就不愿意回去了 因为我们家的就是总地啊 里面没什么啊 是吧 聊起回家的话题 在街对面卖橘子的两尾 有着不同的看法 早都想回家了 在这里也是 怎么说呢 只能够分口饭吃 钱难挣 挣的要花的这个地方都有多 你都存不了什么钱 像在家里面的话 虽然说你找的少 但是你花的也少啊 对吧 假如抛开思乡情怀不谈 对于他们来说 在哪里能挣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哪里能攒钱 梁伟告诉我 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形势下 国家鼓励返乡创业 回到老家 说不定还能有更多的机会 不仅能挣钱 还能为家乡做点贡献 我们正聊着天 刚刚一位买过橘子的大姐 找回来了 四个收三块五 你要不要乘到一斤 给我就好了 不全给你 四块一斤 三块五 你还要收多少 多少 你自己看一下 九两九 这不重吗 你在旁边那里 你自己拿到哪里去乘 哎呀 真的是 这么重啊 叫你拿到其他地方 你乘也可以啊 怎么说的 对吧 你就只有那几个 是要那么重 怎么量的它 它这四个几个 我还少了它的乘 做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对吧 他们跟我说 在这里做生意 什么样的人都有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都不容易 什么时候来到广东啊 05年 来这儿13年了 对啊 13年了 刚刚过来是做发型设计 做了有两年 然后就给我老婆一起结婚 结了婚就有我小孩之后 一直就在家里面 在小孩 男的压力很大嘛 一个人承担一个家庭 然后现在为了小孩要读书 在这里摆点地摊了 晚上 在老屋休息的时候 又来了一位很厉害的大姐 这位大姐一句话没说 当着老吴的面 挑挑选选了好半天 选出了三个大柚子 还拿走了好几个塑料袋 钱也没付就离开了 我心想 就这小生意 还能赦账的呀 怎么了刚才 他没付钱是吗 没事 他在四上的卖 做生意 然后我去来吃猪肉 柚子换猪肉 听起来很不错 可是老吴告诉我 自己并不想吃猪肉 太贵了 你最喜欢吃什么 平时啊 我们最喜欢吃的 反正就是辣椒第一 白的第一 吃什么菜都是要放点辣椒 才有口味 我们一般都是吃切瓜呀 苦瓜呀 那些之类的 炖炖都需要有辣椒 不仅仅是因为辣椒 有家乡的味道 或许麻辣的感觉刺激神经 也能缓解这一天的疲劳 会不会下馆子吹的 很少的 我们没那个人 就在馆子里面去吃 偶尔过节什么 改善一下伙食会不会去 从来没有 就是在家里搞一下 就是在家里 都搞整个菜就可以了 没有吃过馆子 被浪费了 炒都一起了 不然这生意肯 再搞得起 炒都一起了 很明显 节约是他们在这里 生存的一大法宝 晚饭过后 老吴告诉我 他早上四点半就要出摊 我很纳闷 谁会在那么早来休闲呢 第二天 我如约而至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要去 因为我来早上不早去 没位置吧 来给你站地方 谁会去站你的那个位置 来停那个车的 原来老吴摆三轮车 卖柚子的那个位置 是个免费停车位 是个免费停车位 有一次被其他车子 停过一次 自己的三轮车 一整天都没有地方放 毕竟别人先停的 又不好意思找人理论 从那天起 老吴每天都会四点半起床 把三轮车骑过来 锁在这里 我把它锁在这里 等下回去 等下回去 等下回去再走出来 三轮车在那里停一晚 怕丢 起得太早又太累 锁好了回去再睡 这是老吴自己摸索出来 最好的办法了 免去了位置被占的麻烦 又降低了风险 老吴乐此不疲 看来 寝肾 是他们在这里 立足的另一个法宝 就像他们唯一的副业 卖柚子 也是经过了寝肾的考量的 为什么只卖那个柚子 好像又是经收 又不会烂 另外的什么东西 它很容易坏 不能接收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 他一个人在这里赚钱 没有时间从外面去卖 只能在 在这个地方能卖多少 就是卖多少 就不怕它怎么样浪费 坏掉了 丢掉了 这些就不怕 的确 这个陌生的城市 让他们没有安全感 勤俭节约 小心谨慎 是他们在此生存的法则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不仅仅是老吴一家 在晋阳大街75号的小商户们 他们大都来自外地 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 背景离乡 独自打拼在这个城市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现在被城市接纳了吗 他们的孩子们 现在生活的又怎样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珠三角的异乡人 电信诈骗中 犯罪分子往往是通过电话遥控 要求受害人进行手机 或者网络转账 而一旦转账成功 再追回的几率 可就十分渺茫了 所以说一旦接到 电信诈骗的案件报警 民警往往都是和犯罪分子 在时间上进行赛跑 前几天 湖北仪昌警方 就和诈骗分子 来了一场时间赛跑 当天中午 湖北省仪昌市公安局 萧亭区公安分局民警 接到线索称 辖区内一汪姓女子 很可能正被诈骗分子盯上 民警迅速对汪某展开寻找 汪某的丈夫就说 大概是中午11点40的左右 汪某从家中 很匆忙地 神情很紧张 拿走了户户本 银行卡 以及所有的乘者 就出门了 民警兵分两路 在萧亭区内 所有银行和宾馆进行寻找 半个小时后 终于查询到 汪某刚刚在某宾馆 3488房间入住 三楼三楼 他正在手机上面操作 而且在纸上面 都记录下了 对方给的账号 对方的工作证号码 工作单位 而且一些联系电话 还有一些联系人 都记录下来了 就是把银行卡上面的钱 汇到同一张卡上以后 准备给嫌疑人再转过去 正在转账这些操作 所幸 民警和汪某的家人 及时赶到 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 银行卡上的30多万元 分毫未损 而就在民警准备收兑时 另一起诈骗警情再次传来 当天中午 有一居民接到了 与汪某一模一样的诈骗电话 民警随即将 正准备赶往银行转账的刘某 堵在了家门口 同一天时间 同一个来电号码 两位居民都已经到了 给诈骗分子转账汇款的边缘了 那么他们是如何被骗的 我们又该如何识别防范 这类电信诈骗呢 第一步就是接通电话以后 会向你说明 你涉嫌犯罪的一些罪名 或者其他的一些威胁的言语 第二步就会对你进行威胁 就是告知你 你现在已经被全程监控 你不要跟其他人取得一切联系 我说大家一定要跟我 给我查清楚 我手指我没有吸钱 第三步就会说到 银行卡账户的事情 受骗的人一般就会 跟对方说 自己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事 就要洗清清白 像这种情况下 嫌疑人就会进一步 要对方将银行卡 或者是承车上面的钱 转到他们指定的某一个账户 所谓的什么安全账户 而一旦受害人将钱 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骗子的诈骗三部曲 就算是大功告成 而受害人则是损失惨重 民警提醒市民 接到所谓公检法打来的电话 一定要认真核实真假 要抓捕某一个人 肯定是直接对他进行抓捕 不会电话跟他联系 再就是资金冻结 资金查询 我们根本也不会联系 嫌疑人或者是某一个人 我们会直接通过 我们正常的渠道 对他进行查询或者冻结 更不会让他转到 某一个什么安全账户 如果是接到电话 对方跟你提到什么安全账户 这肯定就是诈骗分子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方面的消息 11月19日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富 主持召开不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 国家质量新农战略规划 2018到2022年 研究部署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会议强调 质量新农是加快推进农业 由增产导向 转向提质导向的必游之路 也是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标志性要求 此次规划将建立一套 与实施质量新农战略 相适应的政策体系 评价体系 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 同时 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致修订力度 加快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推动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月19日 农业农村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共同参观学习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本次展览包括 关键抉择 壮美篇章 大国气象 面向未来等主题展区 展览以希望的田野为开篇 大家在小岗村农民按下 红手印条素前驻足良久 取消农业税的历史文献 美丽乡村的精细对比 农业科技成果的实物展示 大家一致认为 这体现了农业农村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的 基础性地位 也体现了党中央 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对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成绩的充分肯定 大家表示 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身三农工作中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做出新的贡献 日前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功能医学专业委员会 正式成立 功能医学作为一种 全新的医学模式 能有效预防和治疗 老年病慢性病 对于缓解我国 因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带来的医疗压力 特别是改善农村不良健康就习 提升广大农民健康状况 具有深远意义 功能医学对促进农村的 卫生革命可以说 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它可以教给人民 怎样的健康的生活 改善人民不良的一些习惯 那么减少疾病 有很大的好处和益处 包括公共卫生的改善 功能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将加快推动相关标准的建立 有效规范功能医学的普及及应用 让功能医学造福社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 去交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去交三农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